Hello, Hello, 你們好, 我是偉英雄 記得關注 shortbrothersuniverse.com OK? 原則 其實因為我家裡有兩個姐姐 有一個歌是粉曲花的 如果你有看過一部電影 譬如封喉, 封喉是小喉 其實小喉是粉曲花的 但原則是於資源的 其實這兩間學校是在一起的 所以很小的時候我們已經認識 大家幾歲就已經認識 認識到現在我都跟他們一起很好關係 他是怎樣? 不是一個傻傻的大哥哥 因為他太熟了 熟到你不會去研究他 這個角色他做得很好 或者他什麼 我只知道他是一個很喜歡騎馬的人 是為了很喜歡騎馬 所以娶了老婆也是很喜歡騎馬 這個女生的事 我平時我從來寫過那些甚麼武館去練功夫 我也不會 因為每一天去工作都是打功夫 對我是說 如果我私人的時間 我不會把工作的東西放下來 但我喜歡游泳 我喜歡打破靈 我做瑜伽 因為我上年11月要拍一部電影是動作片的 所以每一天都是三個老師教我 教我游泳、瑜伽和健身 但因為我從小到大都是街童 所以我的肌肉是很漂亮的 所以我一粗的時候 我的肌肉就會粗回來 所以很多人都很妒忌 我每一天都會做拉筋、瑜伽 因為年紀大了 我覺得應該要保持筋要柔軟一點 這是保障自己的健康 還有因為我很多傷 我周身都是傷 之前拍戲的傷 如果我不保持做運動 我會很痛 關節很痛 最喜歡演的一個角色 其實如果作為一個演員 其實很難回答你 哪個角色你最喜歡 應該是哪一個故事你希望參與 因為一個角色不代表整套電影 要整套電影成功 你才是成功 所以我不會選擇 我想做那個兵的 但那個兵的做得很好 但整個故事是很難的 所以其實演員應該是求一個劇本 如果說真的 讓我去選擇 我很喜歡《梅黎士翠寶》 他任何一套戲 我都希望換上自己有機會 去做這麼漂亮的劇本 我想我會回答你的 其實不是回答一個角色 而是一個劇本 是一個劇本 我沒有什麼拍拖的經驗 在笑市的時候 其實真的沒有什麼 因為每天都開工 我家裡很窮 工作和明星對我來說是Youtuber的 所以我不會想其他事情 我只想每天要做事 每天做事就有錢 而且我要配角 我要表現好一點 我要做主角 根本的焦點就不會在拍拖 而且我不知道 人們都叫我年輕人 可能我一來就拍動作片 我對著那一班都是動作明星 每個人都粗粗魯魯 然後每個人都老我那麼多 找誰跟我拍拖呢 所以其實在笑市的十年裡 沒有 真的沒有試過拍拖 也好像沒有什麼人追我 是的 你一說到TOMBOY 其實真的有很多TOMBOY追我 真的有很多TOMBOY追我 但是其他演員就沒有試過 當然我的人生 我很坦白去說 我的人生走到今天 其實是等於其他人的人生 走到今天的三倍 那條路更艱辛一點 崎嶇一點 多姿多彩一點 但是我又覺得 我的人生其實雖然是辛苦 雖然是很多折磨 很多人去欺負你 有很多人去幫你 我無憾 我覺得人的一生 其實應該要很多之多彩 如果不是死了之後 其實你是沒有任何回憶 在你最後一刻的時候 沒有任何的回憶 那我在最後一分鐘 我想我是很豐富的記憶 其實因為在少士的時候 有很多紅的明星 我們叫大明星 但是因為少士其實是一個大家庭 大家其實的階級觀念 都不會有高有低的 尤其是我在少士的時候 其實我連成人身份證都沒有 我入行的時候是十六歲 又喜歡跳皮 因為我是舞蹈出身的 我是Live的表演 還有我小時候 其實是在灣仔的地方長大 所以我是比較活躍的 我是每個廠都去看的 見到人就會跟人們聊天 爭取機會 也都是看他們怎樣去演戲 所以很多大明星都很疼我 還有很多導演都很疼我 因為她覺得這個女孩挺漂亮 第一 她挺漂亮 還有她挺懂得演戲 所以在當時其實我每天都在開工 我一年365天 其實是365天都在開工 但是可能在拍四百人的演戲 有時候是早班夜班 變成了我其實是少士 應該怎麼說 我是不會被人欺負 因為她們每個人都覺得這個女孩是… 還有我有個花名叫年仔紅 因為她覺得我是很活躍 是很靈活 所以是不斷地教導我 李航祥導演是令我現在對演戲的啟蒙老師最大的 劉家良導演是她為顏色英雄 所以我覺得這個女孩原來可以栽培成為當時從未曾有的一些女的舞打明星 亦都是因為她需要走一條舞打影星的路 張哲導演其實是我最感恩的 張哲導演因為她拍很多電影都是用男人的 我是她唯一一個契女 亦都是在她的戲裏我拍了五、六部 亦都是為了給我機會 所以她在她男人的戲裏都會寫一個女角色出來的 這幾個導演其實是影響了我很長遠 到現在我一直都是受這幾位導演的影響 現在的所有劇本來的時候 我可以怎樣去研究一個角色 也是李漢祥導演教我 劉家良導演當時也有教我一件事 我是一生受用的 她說你是一個演員 你不是站在鏡頭那裡想著這樣你就去做一些戲 她說你要知道鏡頭很大有勢 現在拍的什麼是什麼鏡頭 是什麼鏡頭 你應該是做什麼 所以我在拍劉家良導演的戲的時候 其實我要做副導演 我要做長技 我要做副的武術指導 有三部機的時候 我是第三機的camman 我要負責剪片 我要負責配音 所有幕後的東西我要認識 劉導演說 作為一個演員 你不認識這些東西 其實你只是一個木偶 我現在覺得自己是挺驕傲的 我每拍一部電影的時候 你們所有做的事情都不可能騙我 因為我每個崗位都做過 這件事在笑市的時候 有很多東西都帶在我袋裡 因為我們要有很多都是 要問我 我好